大家好,这里是花妙娱乐,我是小编 今儿小编跟大家唠唠邓伦和陈鹤 陈鹤是邓伦的诗歌 他们都是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 然后也一起参加过好多次活动 这俩人挺好的 今天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家商场举办的活动 这时候大家看到了邓伦之后啊 好家伙,把邓伦围得团团转啊 又是签字,又是拍照,一顿咔咔咔的 然后陈鹤就很尴尬了 只见陈鹤手里端着奶茶 然后呆呆的站在那里 大家都没认出来他哈哈 然后陈鹤在社交平台发个视频 还写了一段话 那就是过期艺人的日常哈哈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想快点,可能再免费发鸡蛋呢 陈鹤表示走了,去接女儿放学了 陈鹤这也太搞笑了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咋看呢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点赞 留言告诉小编哦 想看更多最新娱乐资讯 欢迎大家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